夫妻之间是原深还是原浅 其实呢命中早已注定 有的婚姻总有争吵矛盾 但却可以相守到老 有的婚姻呢 开始的时候如胶似气 最后却落个貌合神礼 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你和对方的婚姻能不能幸福 谁能给你幸福 其实老天呢 早就写好了 你还千万别不信 之前就有一个八七年的女粉 收到视频以后啊 跑来问我 她说最近遇到两个不错的人 对她都很好 一个是商人 一个是老师 想让我帮忙看看 哪个才是正缘 我看了一下信息呀 就觉得老天都在帮她 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一个就是正缘 一个是聂缘 而且她和聂缘的联系更深 她能在这个时候找到我 那不就是老天的安排吗 先说那个跟她关系更近的商人 她的盘非常典型的是 比结旺才弱 无时尚生财 这样的男人非常自私自利 而且擅长花言巧语 从她之前链接过的数段关系呀 也能看出来 被她伤害的人一定很多 你跟这种歌曲的男人在一起呀 财运和福气都会被她接走 而那个老师呢 就是她的一个良配 命带正义 不仅为人善良又有才华 还非常顾家 他们俩在一起呀 就是财望家望 我把这些信息 一五一十的跟她分析透彻 但显然呢 她还是喜欢那个商人 非要去撞南墙 还是陷入到了这段孽缘当中 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 对你有极大吸引力的缘分 你遇到的呀 是尤其要小心的 她跟这个商人结婚不到半年 对方就逼着她离了婚 家里财产她一分都没拿到 前两天哭着跑来找我 问我呀 还能不能遇到正缘 我实在怕她又走老路 看了信息之后叮嘱她 最佳的良缘 你已经错过了 但是三年以后 西北方向 你还有一段熟土的正缘 虽然不会大富大贵 但是生活也能安安稳稳 你千万不要再让自己呀 陷入错的选择了 所以你看 凡是姻缘都有她的定数 千万别被浮于表面的现象欺骗 是你的总有转机 不是你的呀 也强求不来